我们这些成年人看不出来这个 一见中心 哇他真的就是个工具人 我天 我家人就 好 不敢来 别吃了 我觉得我越受不了 我见过惨的 没见过这么惨的 我们不需要再连了 以后不用连了 再暂停 暂停 女人就是和男人不一样 我们走吧 一切都是假的 不是吧 波哥你看看他 他伤感 别再说 活过一个青春 也未必能看得到那么多爱情 他一定跟我们一样 这整个傻的 我裂开了 我裂开了 我不可能再哭了 这是签了合同不哭是吧 我好想哭 已经哭了 有人吃了 不要停 这部比电视剧精彩 看一下看一下这个 我的妈呀 优酷 这段我愿意付费 下次我们去机房观察 哈哈哈哈 精彩 这一期真的疯了 后人心动第二季 稳了 这第三季稳了 哈哈 这三季 哦 他 他上过另外一个节目 我看过 回锅肉 他不会还要出现在下一个 练宗里面吧 哈哈哈哈 我叫王子盘 他今天叫我小能 那什么能是怎么呼声呢 他的小能呢 环宇他是什么能呢 刘能 慢慢流响的 他跟我最早喜欢的男孩 长得好像了 真的要假的 不说 那我跟你说 分开 懂懂意思 走开 不愧是练宗老手 专业的话 咋猜一下 新船 对 小型 快乐假狗 我喜欢快乐假狗 就不能当个人呢 有没有觉得他长得像杰尼 啊真的吗 有一点 这小孩都吃啥长大的 都这么好看 李志鹏李志豪他俩 他是不是双胞胎啊 太像了 然后没有人发现 因为大家都连李志鹏都没怎么细看 哈哈哈哈 我们现场要不要大家来打个赌啊 今年我们能成几队啊 几队不可能 我觉得一队偷笑 照这情形 那我豪猜一下两队 两队吧 我觉得双胞胎 兄弟里有一个能成全成 如果不全成 你就把你的微博名改成 我对不起 我爱练宗的梦想 哈哈哈哈 刚刚他们其实在出发的过程当中 聊到了 nbi ti 的一个人格 我们之前是不是也有让各位嘉宾 都有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测试啊 对 你们都是什么样的人格 我是一型人格吗 外向的主人公人格 我那个管理 是不是说这个世界上这样的人非常少 哎 2% 整个宇宙 我那个是1% 哇 啊 1%还要少 呃 infj 就自己都很难了解自己的一个人 准吗 你看完 很准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 就是很内向的一个就是人多的情况下 我会让自己很嗨 进入到一个角色当中 对 但其实我本人是一个就是就是这样的 嗯 对 所以我们认识的你都是演的你 嗯 也不属于吧 就是 就是我 我就是会很多面啊 嗯 就是现在其实是因为为了这个适应这个环境的一面 对 为了生存 对 最舒服的话也是有另外一面展示的 对 是的 然后老肖的性格是 i stb 的一个鉴赏家 哎 有人跟我一样吗 这个我好像没有也是比较偏内向的 我我非常内向 爱的都爱情人格都是很内向的 小童呢 我是 en fp 非常万象的那种搞气氛的 你私下是不是 但我不是搞气氛的 因为我的那个我记得我有一个直就是感受还是直觉我 我好像是满的 就全凭直觉 就是比较想一出事一出吧 就比较凭自己的直觉 谁看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然后经历过跟我一样的这种 就是点进去了之后 我花了十几分钟很认真 一个词 哇他要收费 我真的哇那个软件我突然我就 很生气的就把他关掉了 有的我 这样我已经花了时间了 我不能再把钱再花在上面 有免费的 有免费的 有免费的花铃 哈哈哈哈 你以为我们这些人会花钱吗 对啊 我一瞬间我是这么有 有免费的看一个60秒的广告就好了 没事 我没关系我是那种及时止损 天呐做了90多道题 然后一看收费就关了 我当时真的好崩溃啊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搞我 老师其实这种心理的测试也仅仅是个参考 给我们一个线索吧 不要太较真 嗯 我们来猜一下嘉宾们报名表 你身上哪一点对异性有致命的吸引力 搞笑 就是京城 嗯啊是吗这么好的还在搞笑 哈哈哈哈 搞笑你没有爱情 我对京城的印象也是属于有点 像搞笑女的那种感觉 是啊 之前那个节目他是扮男生这样吗 画着那种小胡 他一直这样 哈哈哈哈 然后之前那个嘉宾跟他路过一起了 然后我是后面来的 然后那个嘉宾说 京城姐以前不这样 哈哈 为什么迪哥来了以后他变了个人 哈哈 就是很咱们就是能去能胜 真的很适应整个环境的变化 特长爱好杂技 哇杂技 是你啊 哦那已经猜到了 这个杂技会在聊天过程当时 没实在太尴尬 不然等晚 哈哈哈哈 对今天今天穿裙子下不了差 哈哈哈哈 小癖好蹲着吃饭 哦就是那个不爱在 就马路上吃饭的人 哈哈哈哈 我我以前小时候基本上什么早饭啊 午饭啊晚饭都是在行走之后完成的 哈哈哈哈 你产生过这天马行空的想法 在现场突然逃跑 哈哈哈哈 最适合说到的礼物隐形斗篷 就是他很适合逃离 其实我是挺设恐的 然后我我会就看起来是很外放的 但其实我内心是比较喜欢 我还摊着的 摊着 所以你最大的梦想是钱挣够了 然后跟自己爱着的人一起压马路 并且不被人拍到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蹲着吃饭 哈哈 对蹲着吃那种大碗面 你就是说你就做梦吧 哈哈哈哈 春日二班再次集合 因为这季有我们的新成员的加入吗 那其实今天这样 我们要搞一个迎新的活动 在一开始 我们要举办一个破冰提问 金晨你看过节目吗 我看过 你看过 上一季的几位男嘉宾里面 最喜欢哪一位 我吗 嗯 嗯 最喜欢 牙牙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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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说的是男的 男的 话 波波吧 波波 波波好 波波算 而且很很很稳 很沉稳 想问一下小童 上季的男嘉宾当中最喜欢哪一位 哈哈哈哈 哈哈 咱们就是说换个问题吧 好吧 很胶酸 这段期很胶酸啊 吓死 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不回答还是没有上一季 其实我对腾哥的印象真的很深 你们知道老肖当时干嘛吗 现场看见没有看到打滚 痛哭流涕上一季 我看的都好多哭的片段在外面流传 哈哈哈哈 我不可能再哭了 这儿都下雨 什么叫这儿都是这儿都下雨 你现在对于这季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说真的 我还蛮害怕的 原因是因为有第一季的那个样本 我怕那个小小孩子他们就突然放不开 现在年轻人应该还好 他们都是属于敢于表现自我的 我零零后很敢 很敢 真的很敢 来我们节目的年轻人 他们其实毕业的基本上是处在2000年左右出生的 哦 2000年在他们出生左右的那个时候 我们都在干嘛 你在干嘛 没有什么关于情感方面的事 就是认真学习 但也是成绩差 哈哈哈哈 学又学不进去 玩也没玩到 不知道在干嘛 学校里面演些小品之类的 我一岁 我一岁 一岁 不聊了 一岁我吃 98年底 98年底 金陈老师您呢 我那个时候吧 啊 是我去了中专 那个时候 学舞蹈 对学舞蹈 反正我是2001年去的那个上海 然后之前呢 还是在上小学呢 嗯 也刚出生没多久 哎 黄安老师 其实对于这样的节目 你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我觉得 首先是这些年轻人 他们能够在时间很短 但是条件很适合的那种氛围当中 迅速的就产生爱的体验 并且能够用各种各样的特别浪漫的 大胆的方式去表达 我觉得你在生活里面 你可能活过一个青春 也未必能看得到那么多爱情 哈哈哈哈 我们其实也是让我们的嘉宾们 浅填了一下 浅填了一下 然后这上面呢 基本上大家都没写那个名字 我们来猜一下 姓名控板 特长爱好杂技 哇杂技 是你吧 哈哈哈 哦那已经猜到了 啊 成长中最遗憾的事情 没有主动出击追求过人类 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身上哪一点对异性 有致命的吸引力 搞笑 哈哈 就是精神 嗯 啊是吗 这么好还在搞笑 哈哈哈还在搞笑 来 接下来一位不愿意提供姓名的热心 市民 他的小匹号是吃瓜 哇 主动表达的次数是 无数次 哇 那就是 那就是 怎么就 我好像就觉得是我 是吧 你最喜欢异性的部位是哪里 都行 哎呀那肯定是他 是我吗 嗯 我天下都觉得是我 但真不是我 哦 我刚刚引起了一个字 因为不愿意提供姓名的这些是 李 李 你偏闪闪我你看看哦哦 是什么 你表白无数次啊 没有就很多的时候然后就 爱你们呦就这种感觉 你管这个就要表白啊 这不算 哈哈哈 你是用这种方法试探对方有没有回馈是吧 爱你呦 他不喜欢我他不喜欢 哈哈哈哈 下面一个 喜欢密室和剧本杀 爱好是八算和东西 剧本杀 哈哈 最喜欢异性的部位 脑子 哇 啊啊是最喜欢异性的部位啊 我以为异性最喜欢我的部位 哈哈哈哈 你的特长爱好哪里是什么电影术 你的特长是 刚刚他那个美梦那个技能 你是太简单了 这些我把它填上去不是很明显吗 这些算绝活 老肖 老肖你的爱好是音乐和有的没的 对啊 这是我看到什么就想说 手工吗 哎会 比如说我对我对画画 啊没有说 他说的手工是这个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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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对我演示 哈哈哈哈 哈哈 主动表白次数100 对啊 啊有这么夸张吗 就是说会 会主动表达 没有这么多 但是就是很直接 也不惧怕 对 我愿意表达 异性最新你的那个部位是 嘴巴 嘴巴 嘴巴有什么具体的要求 不要有些人笑的时候 真正会翻起来 你说的是我吧 为什么是你呀 为什么是 来的 哈哈哈 再来看一下小鸿 你怎么这么不自信啊 她说她身上哪些点对异性有致命的性命 没有 因为我是理解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毕命了 有点重了这个词 都要人命了 我真的没看过有人在你面前毕命 就是一爱上就毕命了 一爱上就 哇 心机梗 是